至于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 今天是以29.645元 兑换一美元作收 升值0.5分 另外来看这油店双掌 各行各业都很辛苦 看老天爷吃饭的农民 尤其可以感受物价齐阳的痛苦 来看花莲有一名34岁的西瓜农 五年前放弃高薪的电子业 回老家来承接父亲的一波 一起种西瓜 但是回乡陪家人 并没有让他生活比较好过 因为什么都长 让他种起西瓜特别的吃力 而钱也往往都被中盘商给赚走了 所以他动起脑筋 架设网站来卖西瓜 民进党立委萧美琴也帮忙促销 现在成了他的西瓜代言人 暴雨过后 一颗颗泡水西瓜横躺在农田 刮农辛苦 不只要看老天爷吃饭 油店双掌 民生物资飙升 更让农民大叹过不下去 油店双掌之后 其实那些成本都是 变成说农民要吸收 很辛苦 然后真的很多农民都已经在反映说 可能没办法再继续种下去 周先生34岁 原本是电子新贵 月入境五万元 五年前放弃高薪回乡 当现代农夫 没想到种起西瓜 不但收入不稳 有时候还会赔钱 周先生脑筋一动 假期网站买西瓜 不让中盘商多赚一手 民进党立委萧美琴 亲手切西瓜 也成了促销代言人 那刚好前几天我在凤林一带在拜访 我看到很多的瓜农 他们辛苦的成果 那甚至有瓜农很创意 他用那个黄豆当肥料 那也很特别 可以透过宅配 那西瓜还好 就两三天的这个运输时间 是可以接受的 小北线办公室成了西瓜市吃地 助理号召人马一口接一口 吃出凤林西瓜的香甜 还端到其他立委研究室一起分享 立院出人力 刮农 动脑筋 齐力抵抗 优电双掌 三天新闻 陈正皇大公 白乔英 台北华联 采访不到 优电双掌的议题 今天也在